哈囉 各位大家好 這幾天呢 過得風風雨雨的 然後今天呢 稍微轉換一下我的心情 那一位各位介紹這一款 所收在2017年底 所推出的一款 六角雞牙的商品 那這一款呢 它是一個 以兩吋 的一個大小所開發出來的 一個全新的世界觀的玩具 當然 竟然說有兩吋大小 那香港呢 很多的一些 類似設計兩吋 可動玩具的呢 他們當然 他們的玩具呢 也可以跟這隻玩具的尺寸 互相對調 可以一起互通把玩 那這個玩具呢 它是以一個組裝模型的形式 我之前的影片有介紹過 那我盡量會在下面呢 一樣我會把那個連結 貼給各位 各位可以互相觀看 那我像上次介紹的是 另外一款男性版的角色 也是像這樣子的組裝一樣的可動 同一個系列 六角雞牙 這個系列 那 其實啦 我真的覺得 順便先說啦 壽屋的玩具呢 我一直覺得 他們家的東西雖然很棒 但是呢 在分色上呢 還有一些定價的一個 價格定位上呢 真的非常的不OK 這是我必須讓大家先知道的 這款玩具呢 等下我介紹完之後呢 你會發現 如果要以一個同系列的東西的性價比來說呢 你反而會覺得是他們家的 載具 這個系列的載具呢 會比這款人物呢 感覺上還要便宜 雖然價格一樣那麼貴 但是呢 一個比較起來 你會反而覺得他家的載具比較好玩 然後整體的零件術跟一些感覺 讓我覺得他會比較便宜 這款是真的會偏高的 OK 那就不囉嗦 我們直接進入玩具的介紹吧 OK 玩具的布品呢 就像各位看到的 有一份 它的原裝的說明書 一張附帶著很漂亮的人物解說卡 跟一個很漂亮的插畫 然後再次玩具的本體 因為我已經把它組裝塗裝完了 所以 就等下為各位介紹 首先我們先介紹這張很漂亮的小卡 這張卡呢 是在上一個系列裡面也有出現的 就是一個 它裡面特別的一個人物的CG圖 至於這個被女人者呢 這款 泛用兵器 女人輕裝女人者呢 夾爆頭的這個角色呢 就是我上一次為各位介紹過的這一款 好 人物 那 嗯 這個呢 在它裡面它的定位呢 就是 我大概看了一下 我網路上的人在介紹 它就是一個 輕 就是一個很輕裝版的一個 工作 類似那種戰鬥員這樣就對了 然後呢 嗯 整體的一個設計很像是 潛龍蝶裡面的忍者 好 那就是那個雷電 好 大家做 他會做一個想 這邊可以看一下 一個故事的設定 好 如果你懂日文的話 好 那不懂沒關係 就請教一個懂的人 或是自己上網去Google一下 它的遊戲故事 好 那這邊呢 這個 等下如果各位有興趣想看的話 就直接按暫停吧 這邊暫停 各位可以稍微讀一下 上面它有在寫些什麼 其實我是看不懂的 好 那說明書呢 就像這樣子一份 很簡單的說明書 裡面有個很簡單的 教你怎麼組裝這款玩具 好 那這款玩具呢 因為零件非常的小 所以各位在組裝的時候 記得務必一定要很小心 如果你購買的話 好 那怎麼樣的玩法 跟一個 再跟你講他一次的 人物的解說 等一下我們 這邊把鏡頭讓各位看清楚 設定解說 好 就是這款 角色的設定解說 好 各位稍微看一下 也是一樣 如果你想更仔細看 那就麻煩你按個暫停 好 然後人物的一個 卡通的設計圖 當然 並不是真的有這個卡通 它只是一個他們設計出來的 一個原創世界觀的角色而已 然後跟它一些武裝 一些配色 好 那玩具呢 真正就是像各位鏡頭上看到的 這樣子 OK 它在這樣 各位這樣可以看到 它的 大小呢 差不多 就是這樣子而已 各位可以拿你的手出來 比如大概是一個正常成年人的手 好 那 真正的高度呢 大概 三公分多吧 四公分那邊吧 因為它非常的小 大概 兩吋 兩吋的左右的大小 好 那 細節上呢 我是覺得還不賴啦 就只是可惜了 我真的覺得它的定價真的是太高 我還是必須講 好 然後身上呢 其實有些很多 有落甘的地方 不要講很多 有落甘的地方呢 是需要你再補強塗裝的 像是 腰帶這邊的白色 好 胸部是它原本就給你的一個軟膠 然後 上面做一個塗裝 然後 還有腿的這個 黑色的細節 好 這個鐵灰色這個細節 都是我另外額外塗裝的 還有這個劍的銀色 好 那這一支呢 基本上 正常有的可動度它都有了 好 貴可能是貴在它的一個整體的設計 好 我們來看看吧 看有沒有物有所知吧 好 那這邊呢 我為各位換上的是 跟包裝上不一樣的是 我把它做成一個像髮技的造型 像這樣子 其實它還有附一個像這樣子 長髮飄逸的一個髮型 當然 我們先讓各位看好了 原裝裡面呢 它是 它是 裝上這樣這樣子的一個 飄逸的長髮 好 這個飄逸的長髮 因為它這邊是一個球關節 所以它可以用365度的旋轉 可以飄逸 但是呢 我覺得這樣會妨礙到一個 本身在把玩上的手感 好 當然造型上會比較漂亮 但是手感 把玩手感上就會 揉掉 所以我就選擇不用那個東西 好 那後面這邊呢 剛掉下來就順便介紹吧 這邊這是一個刀架 它是可以把你的武器 像這樣子掛在上面的 好 也是算是一個還不錯的設計 那武器能不能拿在手上呢 是可以的 好 可是呢 因為它手是一個軟膠零件 這邊 是一個比較偏大的一個握把 所以拿在手上的時候呢 是很容易會掉下去的 但是因為這樣子呢 會有掉下去把玩上的困擾 所以獸屋呢 它特別給了你一個 像這樣子拿著手 拿著武器的這樣的一個零件 等於你完全不需要 呃 強迫自己去拿著後面那把手 那把比較不好拿的刀 因為它的手坦白講 真的太小了 這個刀對它來說承載量太重了 所以它附上一個像這樣子的刀給你 好 那你可以像這樣拿著 好 那人型的可動性方面呢 這邊可能是大家比較關心的地方 好 人型的可動呢 基本上扣掉那個飄逸的頭髮 我們頭可以看一下 它可以 它是一個由 這邊一個球關節所構成 它是一個二段的關節 好 可以下 前 然後這截球關節 本身就可以365度旋轉 好 脖子是可以 額外的零件下 往前抬的 跟往後的 這截是額外的零件 好 看你怎麼怎麼調整 好 脖子是兩 脖子是一個二重的關節 然後再連一個球關節 好 那手臂呢 這邊是可以平局達到90度 肩甲基本上不太需要 不太會去擋到 這邊當然也是90度 甚至以上都沒有問題 好 然後呢 嗯 這邊是一個球關節嘛 可以360度旋轉沒有問題 手臂這邊呢 還是有一截可以橫向的旋轉關節 這是非常棒的 好 手這邊呢 手臂的彎曲可以達到90度 好 然後呢 手腕有設定 好 手腕有設定關節 可以做一個旋轉 這是個球關節 然後這邊也是可以拆下來 替換成 另外一種手型的 好 當然它的手型 等一下會給各位看 好 像這樣子 好 然後呢 嗯 腰跟腹部這邊呢 有各一 這邊有做一節關節 腹部這裡 可以做一個前後左右 弓沒有問題 好 好 是沒有問題的 好 不能旋轉 當然是靠這一節再旋轉 好 然後呢 腿部呢 裡面是一個球型關節 左右前後 踢腿沒有問題 好 後會被屁股這一塊 零件擋著 不過基本上 這樣子其實很夠 好 好 然後呢 紫色的地方跟黑色這邊呢 它是一個橫向關節 可以做額外的旋轉 還是一個橫向的關節 可以額外旋轉 好 然後膝蓋呢 的彎曲可以達90度以上 基本上做到一個高跪姿是沒有問題的 好 那腳掌這邊呢 腳腕這邊是可以做到一個前後的移動 沒有問題 但是不能左右 好 像這樣子 好 那 基本上這個整體這樣的造型 然後搭配上這樣的可動度 其實我已經覺得它非常的好了 好 就是真的覺得價格有點偏高 不然這個玩具呢 其實真的非常的好 好 真的非常的好 嗯 好 討厭死了 這刀我們把它丟掉好了 後面這個刀架呢 它可以 取下來 這邊是一個標準的六角孔 好 六角孔呢 當然你可以 如果有相對應的系列 你可以選擇相對應系列的六角孔 來讓它 做一個 組裝 然後 升級 然後這邊呢 當然你可以選擇普通像這樣子 沒有任何東西的六角孔塞著 這個 這個六角孔塞住的這個地方呢 是要裝 腳架用的 好 你可以把它放一個很小的 鋼彈早期有出一個NEST 各位知道嗎 一個NEST系列的轉彈 那個系列轉彈呢 有一些部分 少部分的一些 像那什麼 鋼球啊 那些東西它們都會附一個底座 那這一個插孔 剛好就是跟那個底座可以相融 你可以選擇把NEST那個系列的 底座拿來給這個系列用 是剛剛好的 OK好 跟各位稍微小分享一下 這樣子 那 人物就是像各位像看到的這樣子 那 它的一個 配件啊 就像剛剛各位看到的那個之外 那些小東西之外 這邊跟各位再分享一下其他的配件 這是Luster 兩隻手都可以使用雙刀 所以它附有一個左手跟右手的 拿刀的零件 然後跟這個 剛可以注意到是掛在它腳上 有一個像這樣子的一個短刀 短刀槍這樣子的東西 它是一個槍 然後上面掛著一把像 短刀的東西 像藍波刀的一個短刀槍 這個設計其實還蠻酷的啦 這個東西平常是掛在它的一個腳上的 然後這個 它多附這個零件是可以讓你拿它拿在手上 雙槍又雙刀 真的很危險 可近可遠 然後多送了一個 拳頭的手型 拿刀的手型 然後手刀的手型 基本上就是像這樣子 拿武器的啦 手刀拳頭這樣的手型 它多送了你這麼多組手型 那其實你真的會用到的呢 大概就是只有 雙刀 跟雙槍的手型 不好意思我先組好再給各位看 所以鏡頭可能會有些模糊 像這樣子 大概類似像這樣子的組合 你會想要把它的槍 拿出來玩 像這樣子 然後刀 可以做到一個 這麼 這麼酷 叫拿刀的動作 背後抽出刀子的動作 然後基本上呢 這款就我說的 它主打的是一個 超可動啦 這款玩具主打的是一個超可動 所以會有像這樣子 誇張的可動度呢 也不會讓人覺得意外 真的它就可動度像是像這樣子 基本上 你6吋 4吋 12吋 3.75吋 你玩具做得到的動作呢 基本上這隻大部分都可以 當然除了腳的一個 貼地關節之外 還有一個 嗯 細緻度好了啦 這款因為它真的很小 要做到很多細節 可能非常的困難 不過其實已經非常漂亮了 各位可以自己回去看看 基本上做得到的動作呢 它都做得到 你可以在蛋公桌上 無聊的時候 可以像這樣 閒閒的沒事這樣把玩一下 那當然你也可以跟它之前出過的 角色 像這樣做個連動 也是非常棒的 當然它也是建議你去買它的載具 載具可以讓你 跟它搭載做連動 放在辦公桌或是哪裡也是很漂亮 載具的組裝基本上也不太難 那玩具的泛用性其實真的很高 它都是用這種很基本的插孔 他們家的載具 就是那些基本的插孔 你可以購買他們家壽屋的一些組裝的組件 然後跟那個玩具做一個連動 然後互換 所以自由度真的很高 但是這個小人基本上就差不多是這樣子 也就是一個 做在那個載具裡面的一個功能 就這樣而已 那這一個系列我比較期待的是 它後面有出一支 那個 類似 類似那種工程機器的那種造型 就是一個你可以人坐在中間裡面 然後外面就是外裝甲這樣子 我比較期待那一款玩具 所以我的小人到現在都還會留著 因為我就是要跟那一款一起互相把玩 那這個壽屋的六角雞牙系列呢 當然 它以前有推出過類似的東西 當然沒有這麼 但是沒有這麼細緻 那各位有興趣可以去後續之前追歸 但是它的名字其實我真的忘記了 大家就有興趣自己去找一找吧 還是有高手下面幫忙留個言幫助一下大家 那這個系列的玩具呢 你說好不好玩呢 其實真的就還好 但是可動度是真的很高 造型上也真的是算漂亮 不差 但是就是真的 就像我一開始都跟你講的 價格真的是硬傷 像這一隻 其實我很少在我的 我的那個頻道上討論到價錢 那這隻我其實真的要讓大家知道 這一款呢 在一開始發售的時候呢 在台灣大概是399元的台幣 那發售完之後一段時間呢 它馬上就變成了450塊 600塊 你都會看到 但是最初的入手價格是399塊錢 甚至375塊80塊都有可能的那個價格 那後續你如果後追的話 當你後追是多少價錢 那就真的是看個人 那我這一款呢 是它一開始出來我就沒有買 我是之後等它再版了之後 這款有再版過一次 再版了之後呢 我才去購買的 因為再版之後價錢比較穩定的 我才去購買的 那當然你喜歡的話呢 可以去一些模型玩具店啊 稍微去搜索一下 應該會找到這一隻東西 我是不建議這個東西 你在網路上購買 因為它還會再吃你一條運費 那買起來其實真的會比較貴 那你就是直接看你們家 附近的店家有沒有 你就是去店家買 省一條運費 這樣你買起來 回家自己組裝 這樣子你感覺會比較好 那今天這款玩具呢 就為各位介紹到這裡了 六角雞牙系列的玩具 售物2017年 看各位有沒有 2017年底的東西 看各位有沒有興趣 帶回家啦 那就這樣子了 掰